在Henon图书馆里,你可以在一楼问询处左侧的Information Commons的中间找到Premie打印机。 首先选择左侧的打印选项,然后选择上载文档的方法。 如果你通过电子邮件,将文件发送到lmu.premie.com,或将其上传到Premie网站,则选择Premie徽标。 无论选择哪种方法,在访问文档之前,你都需要先付款。 付款时,请插入你的付款卡,并迅速将其取出。 你可以使用OneCard或Visa或MasterCard付款。 然后,你将需要使用键盘输入收到的特殊代码。 如果没有此代码,系统将无法识别你的文档。 因此,请确保你随身携带代码。 然后,代码附带的文件将在屏幕上列出。 选择你的文件,然后单击Next。 在左侧,你可以自定义打印作业。 你可以选择要打印的份数。 可以选择要打印所有文档页面,还是仅打印某些页面。 还可以选择双面或单面打印。 尽管你可以选择页面尺寸,但打印机只提供Letter尺寸的纸张。 另请注意,该打印机只可以进行黑白打印。 然后,你将看到打印费的全额。 每页打印费用为10每分。 准备好后,单击Print打印。 完成后,按End Session键。 最后,你可以选择是否需要打印收据。 不要忘记从打印机拿取文档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疑问,请咨询图书管理员。 我们会在这里为你提供帮助。 也来ieve启可,单击不合理哦。 是酷酷! 啊! 不是跟着书胖是一个鞋子, 顾 blurred Witcherï,